这几年的NAS市场真的是卷到飞起 很多大厂也纷纷开始入局 产品呈现了更多的多样性 那么同时也降低了入门的门槛 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而言 选择一个产品最主要的就是 它的体验跟价格是否合适 最近金水拿到的绿莲DX4600 正好是这么一款NAS产品 CPU是N5105 双2.5G网口 双内存插槽 双NVME 而且也只要2000厨头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好我们现在打开绿莲的包装 你可以看到一个NAS的本体和一个配件包 配件包里是一个12V10A的120W的电源适配器 一根电源线 两根6类的成品RGA45的网线 一个螺丝刀 加一个螺丝包 还有两个挺厚的导热硅胶 NAS机身整体是属于航空铝材 金属灰色正重物的审美 前面板的外部为金属 内部为塑料 配有四个磁器的触点 非常之牢靠 取下面板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四个硬盘的拖架 下方是状态的指示灯 硬盘拖架整体为塑料材质 采用了免螺丝的快拆结构 轻推背后的卡扣就可以轻松地打开 好我们现在拿出拖架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背板 它的做工跟用料都是属于上层之列 贯通式的风道也是可以充分地保证 在运行中充分地散热 我们现在看到背面 背面有巨大的进风口 配有磁吸的防针网 内部是一个14厘米的智能调速的风扇 支持动态调控 我们实际测试在工作之中 静音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风扇下面依次是一个Type-C的接口 两个USB 3.0的接口 两个2.5G的网口 Reset的按键 DC的电源接口 和一个开机的按键 就是这个开机的按键的位置稍微有点别扭 双内存插槽跟双M.2的插槽都设置在底部 出厂标配了8G的金士顿的DDR4的内存 当然我是要组双通道的 本次我们使用了两条三星的8G DDR4的3200的内存 组成双通道 NME我们用了两条 一条是西部数据的黑盘256 另外一条是普克特的512的作为缓存 机械硬盘这里我们用了四块的西捷12T的银河系列的企业盘 首先我们把DX4600的两个网口分别接入两根网线 再把这两根网线分别接入TP-Link的万兆交换机 然后我们插电 开机 不同于传统的NAS需要在PC上进行设置 绿帘域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下载手机的APP 就可以轻松的应对了 手机的APP会一步一步的引导你 即使是小白也可以轻松上手 那本次绿联OS搭载了多种的磁盘阵列模式 不仅支持RAID0到RAID6 也支持非阵列的磁盘模式 而且支持多种存储空间的并存 比如你可以用三块盘组成RAID5 另外一块盘作为自由人作为Basco共同存在 基本可以覆盖到普通用户和普通家庭的使用场景 而绿联还非常贴心的从读取性能 安全性利用率三个维度给出了建议 更加方便小白用户根据自己实际硬盘的情况 跟使用场景加以选择 NVME缓存加存储 我们可以把两个M.2的硬盘组成缓存的阵列来使用 那么如果你只有一个M.2的话 默认只能用作止读加速 绿联的M.2的硬盘不但可以当作缓存来使用 而且还可以作为存储空间 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把Docker安装到机械的硬盘里或者矩阵里面 那么你的机械硬盘将是无法进入休眠的 如果把M.2设置层存储 那你就可以把Docker直接安装到M.2里 那么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机械硬盘跟阵列无法进入正常休眠的问题 绿联DX4600有两个2.5G的网口 两条网线可以插在同一个交换机上可以实现链路聚合的效果 自适应负载均衡 主被动模式 平衡循环模式 动态链接聚合模式 这四种模式 其中动态链接模式才是真正的链路聚合 可以做到5G的理论速率带宽 非常可惜的是 我这并没有支持LACP的模式的交换机 那么其他其中模式我也简单地尝试了一下 在使用普通交换机的时候 主被动模式是最慢的 平衡循环是最快的 即使没有LACP的路由器 自适应负载均衡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使用我的TP-Link万兆非管理型的路由进行测试 最快能实现400兆左右的读写 已经非常接近RID5的理论连接速度了 NAS产品之所以称为NAS产品 那么最核心的一点 就是可以轻松地实现外网访问 如果你不能 那就是性能再强 也最多只能算是阵列或者硬盘盒 这也就是目前所有的DIY产品 跟成品NAS最大的区别了 你不用操心什么是内网CP 什么是FRPC 什么是DDNS 也不用花钱去购买 或者折腾什么语音服务器 那么打开客户端就能用 甚至让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这才是NAS应有的样子 首先你可以很方便地把自己手机里的照片 或者是视频直接通过到NAS里 那你也可以把它分享给其他的好友 AI智能分类算法可以非常方便地帮你自动地整理 并且按照足迹时间人物来进行分类 那你不用登录电脑就可以用手机非常方便地使用迅雷等远程工具下载电影 那你也可以使用云盘同步你的各种资料 绿联OS上的在线进展文档 可以非常方便地对文档进行审阅 标注和导出 甚至可以直接进行多人在线编辑 提高了文档的编辑效率 在每秒10兆的传送速度下 无论你是远程浏览照片 还是在线编辑文档 甚至是观看电影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它的文档同步功能可以完美地解决在多个中端上 使用且版本一致性的问题 将存储资料的文件夹与NAS上的文件夹进行实时的同步 保证了文档的状态随时统一 绿联OS大家也支持Docker 那这也是我见过最易用的Docker之一了 不但它整体Docker的UI非常非常简洁 而且把家用常用的Docker都做得图文的叫声 简直不要太方便了 咱们就以创建Jellifun为例 从拉取镜像到安装容器 从设置到部署是一气合成 简直就是手残档的福音 如果以后所有的NAS厂商都这么干的话 我估计像我们这种做教程的差不多就要失业了 那么在新的图件中 Docker已经支持了硬件渲染 在部署Jellifun的时候进行勾选就可以开启硬解 相信大家都知道 N5105设置核显的直通或者转码 那是困扰很多DIY玩家的难题 而绿莲DX4600直接就帮你直通好了 进行转码不要太轻松哦 无论是在手机 还是在电视 都可以获得非常不错的观影体验 好总结 经过半个多月的使用 绿莲DX4600整体来说 我觉得它的使用感受是非常非常惊艳的 那么从硬件层面来说 N5105的性能那真的是没话说 双2.5G的网口 而且还支持烈度聚合 双M.2可以加速 也可以做存储 甚至还可以通过无线网卡 真正做到脱离网线 相比之下 相同配置其他品牌的价格 要贵出去不少 这次使用绿莲OS 它的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之前用过黑群灰 那么下载很多应用才可以使用 但是绿莲DX4600所有的功能 一个APP就可以完全搞定 而且它的售后更是完全没话说 技术支持远程协助一个都不少 真的是用起来非常非常之省金 当然它的问题也是有的 目前Docker的权限并没有完全的开放 系统的入的权限也不能给你 对于热衷于折腾的用户 这些问题确实会让一个使用者 没有一个完全的拥有的感觉 我也跟官方沟通过这些问题 那么好消息是 他们在明年会连同web端一起解决 Docker的权限使用问题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OK到这里的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的内容了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NAS的时候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做的还不错 对你有一些帮助麻烦 Youtube小伙伴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让你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您的每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机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